王祖兰的长相和他妈妈 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所以不少网友猜测 王祖兰的孩子 不会也和他长得一模一样吧 没想到他的女儿Gaby 就是一个小可爱 虽然他的长相跟爸爸 也有几分相像 但还是靠软糯糯的外表 梦化了大家的心 其实王祖兰也担心 自己的女儿长得像自己 身高也和自己一样的话 以后会不会自卑 不过现在王祖兰 应该不会有这样的担心了 因为Gaby有一个模特妈妈 而且Gaby非常的聪明 一岁半就已经会自己开电视 开洗衣机 还会帮助爸爸妈妈打扫卫生 而且从节目当中 Gaby的表现也可以看出 王祖兰和妻子的亚男 对女儿的教育非常好 两年来家里 她会主动地打招呼 每当爸爸妈妈给自己做饭 还会自动发出赞叹的声音 Gaby的综艺感遗传了王祖兰 和爸爸一起参加节目的时候 王祖兰交给Gaby说泰国话 没想到Gaby说的比爸爸都标准 真是个小人精 这对有着最萌身高差的夫妻俩 从将往到结婚再到现在 从未以为身高差 而影响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想到出 很多人都觉得 他们这一对的差距有点大 可能走不了多远 没想到他们情比金尖 婚后还生了两个可爱的女儿 升级为幸福的四口之家 王祖兰非常注视家庭 从未忽视过老婆孩子 从内地录节目的时候 每次都会跟导演商量好 一定要在凌晨放她走 因为她要赶回香港陪老婆 前段时间 王祖兰和李亚楠带着女儿Gaby 一起参加综艺做家务的男人 他们的日常非常受人关注 大家发现 Gaby的五官跟爸爸王祖兰特别像 有的人的基因就是这么强大 都说 七威生了一个迷你版的自己出来 那么王祖兰又何尝不是呢 不过王祖兰在节目中表示 希望女儿不要像自己 应该像妈妈 毕竟更像李亚楠的话 颜值就会更高 不过令王祖兰比较欣慰的是 Gaby的身高在同龄的宝宝之中 算是比较高的那一批了 参加节目的时候 Gaby才两岁 就已经达到了王祖兰的腰部了 不得不说 李亚楠的基因实在是太强大 在家中 Gaby跟王祖兰的关系非常好 平时就喜欢黏着爸爸 有一次 王祖兰在家陪女儿 李亚楠也在旁边就小声说了一句 原来女儿都愿意黏着爸爸 没想到 Gaby听了这句话 竟然一副凶巴巴的样子 下一秒 凶王祖兰说 我才不要黏着你 王祖兰听后哭笑不得 急得他用港谱说道 没有 Gaby没有一直黏着爸爸 王祖兰女儿奴无疑了 网友们也纷纷表示 这一家人也太逗了 你们羡慕他们的生活吗